美国在台协会为庆祝美国独立240周年纪念日 以西部风情为主题举行庆祝酒会 宾客们头戴牛仔帽 穿上牛仔裤 全场飘着浓浓的西部牛仔风 在演唱美国国歌中揭开了序幕 AIT处长梅建华特别别上红领巾 副总统陈建仁则身着格子衬衫 两人都穿着牛仔裤出席 梅建华开场时以中文幽默地说 他太太提醒他 这种场合没有人想听他长篇大论 所以他绝不废话 引起台下的一阵笑声 梅建华表示 现在是有史以来发展美台关系最好的时刻 他说 我们的合作比以往更多 更深美国和台湾拥有 共同的价值 繁荣和安全 我商业一年来 美台之间有很多合作 我们和前任的马总统 以及第三次和平争扎 融替之后 蔡总统政府都建立起发实关系 梅建华一一细数美台之间的经贸 公共卫生 教育合作 包括美国稳居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 台湾则是美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 以及台湾占美国留学生人数的第七位等等 台美双方的合作不仅于此 还包括了军事交流 梅建华说 我们和台湾坚持的安全合作 不仅将现在美国去年12月宣布的18亿美元军售 也将现在双方一级的军事交流上 这些都有助台湾捍卫自己的问题 引邀出席的还包括前副总统肖万长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监察院长张伯雅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环保署长李应元 前外交部长简佑鑫 与驻华使节等政界人士 陈建仁致辞时 感谢美国遵守台湾关系法中的安全承诺 并表示台湾愿意持续扮演 美国在区域安全上值得信赖的伙伴 陈建仁还说 中华民国和美国一样 自立国以来 坚持自由民主 人权 和平 及法制等下势 台美基于这样构想的价值及信念 在促进全球自由民主与人权的道路上 建议了坚持足够的关系与友谊 总统蔡英文则透过一篇 祝福美国朋友 拥有一个愉快的国庆日 他比出大拇指说 台美关系赞 梅建华随后也带领所有在场的宾客 一起高喊台美关系赞 似乎显示台美的关系确实不错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表达台北 空凶 真的是 对 是的 感谢观看